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这个第二段整个就是一个大句子,咱们看屏幕,它说 Although perhaps only one percent of the life that has started somewhere, we will develop into highly complex and intelligent patterns, so vast is the number of planets that intelligent life is bound to be a natural part of the universe. 在这个前三行半到patterns结束,这是 Although引导的这么一个让步状态从矩,它说尽管可能大概只有1%的这种生命,什么生命,后面这个带下滑线的部分是定义从矩,就修饰这个life, that has started somewhere,在某个地方出现或者产生的这个生命,咱们star在第一段中讲了,出现或产生了, 无论在宇宙任何地方出现的生命,怎么样呢,将能够发展成高度复杂的还有智慧的这个模式的生命,就类似于人这样的外星的智慧生命,大概可能只有1%,到这儿完了。 但是呢,这个主句中说了,他说这个行星的数量是这么大,这个so放到主句的巨手,后面还是用道桩了,这个放到巨手还是强调这个so vast,这么大,这个行星数量是这么大,以至于怎么样呢,后面这个nat从矩,但是跟so固定搭配,so如此以至于吗,结果状态从矩吗,以至于这个智慧生命,几乎一定是咱们宇宙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组成成分。 就尽管生命,在很多行星时有生命,生命只有1%的可能性,发展到智慧生命,但由于行星数量太大了,所以智慧生命也几乎是宇宙中必然的一个形式。 这是我们看到这里面的一些,从语法上看清,这里面有一些小的细节,首先这个develop into,可以表示发展成为了什么,发展慢慢变成了什么,发展成为,那咱们看一下历史,注意这些字搭配。 Chicago developed into a big city in the late 1800s,他说在18世纪年,就19世纪末期,188几年,189几年,这个时候,芝加哥发展成为了一个大都市,大城市,我们叫19世纪,但是18世纪年,18世纪就好了,这是发展成为。 但如果强调从什么什么发展来的,后面芝加哥变成from,develop into和develop from,这一对可以同时记录,咱们再看例子。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a tree can develop from a small seed,我们很难去相信,一棵大树是由一个小小的种子慢慢发展出来的。 发展成为了什么,developed加into,由什么什么发展来,加from,这次搭配的记录。 另外一个就是后面那个so vast,这个道状,so加上形容词或副词,就是一个短语来放在聚首,后面一般要用部分道状的,就是把重动词,必动词,或形态动词放在主语之前,这是三册老知识的复习。 这个道状一般是为突出so加后面的形容词或副词,整个这个东西,强调是这么大,强调这个。 我们看一些例子,so far away does my mother live, that we hardly ever see her,我的妈妈住的是这么远,以至于我们很少见到她。 so far away,强调这么远,放在聚首,强调了。 再比如说三册的第46课,自己动手去做。 so great is our passion for doing things for ourselves, that w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less dependent on special labor。 我们自己动手做事情的热情是这么大,这么大,以至于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不依赖于专业工人了,这个so great也进一步强调是这么大。 另外这个句子中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逐语太长了,our passion for doing things for ourselves,是逐语太长了,这么一来一来强调so great,二来也是避免投入侥幸,这有这么一个效果。 百分钟呢,主要是强调so vast,这么大。 数量是这么大,以至于呢,生命,这个智慧生命,intention life,这个life还是当不可数名词,泛指生命。 be bound to do,刚刚第一段讲了,是必然,必然成为我们宇宙自然而然的这么一个部分。 所以在第一段呢,她先讲,这个生命在宇宙中必然存在。 第二段,进一步地推出,那么尽管智慧生命在生命中只占百分之一,但由于恒星数量太大了,那么智慧生命也必然是宇宙中一个自然的组织成本。 所以第一段先推导出,宇宙中一定有其他生命,第二段进一步说,一定会有其他的智慧生命。 层次清晰,这个两段把它看清了。 好,下面我们再接着看第三段,请看屏幕。 她说,if then we are so certain that other intelligent life exists in the universe, why have we had you know visitors from outer space yet? 那么整个黄颜色前两行明显是条件状态从具。 那么如果我们如此肯定,其他的智慧生命在宇宙中一定会存在。 这个戴下号线的戴从具,还是李老师说的做形容词补足语的从具。 它跟前面这个certain放在一块,构成一个大的形容词端语。 我们这么肯定,宇宙中一定存在其他智慧生命。 为什么我们目前为止没有来自外太空的访客呢? 这是完成时。 现在完成时,强调对现在的影响。 一直到现在为止。 Outerspace就是地球大气层之外的。 就外太空。 为什么没有外星人来过呢? 就是进一步提出了这个问句。 这是个设问,作者自问自答。 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一个术语, 就看看这个外太空,外层空间。 叫Outerspace。 注意,这是个不可数的名词。 什么意思呢? 就the area outside the earth's atmosphere containing the stars and planets。 就是在我们地球大气层之外的这个区域, 包含了恒星和行星。 这叫外层空间,叫Outerspace。 这个作为术语,咱们知道就好了。 作者提出有趣的问题,对吧? 几乎肯定一定有地外生命。 为什么他们没有到地球来过呢? 对不对? 有人想,那是为什么邻居从来不串门呢? 这么一个。 作者下面,慢慢给出很多的答案。 首先,看第二句话,他给了,这是第一个解释。 他说,first of all,首先, 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副词的一座状语。 他们may have come, may have,加过去分词,是对过去的一个肯定的推测。 may呢,语气比较微弱。 就是有可能啊,如果当初肯定怎么样,就must have就好了。 may have,就是当初背不住推测,对过去的推测。 他们可能啊,这个以前呢,曾经到过我们的这个行星,就到过地球来了。 然后这个时间中也是thousands or millions of years ago,可能在几千年前,或者在百万年前,几百万年前,到地球来过。 比如说,and found,这个found,是跟前面的come并列的。 还是相当于may have found并列的,像may have就甭再说了。 并且当时呢,可能就发现了我们our then,这个then是那时。 then,它未必是纳末,这是指时间纳时。 发现我们那时呢,这previlling就流行的和普遍的,到处都是的。 当时地球普遍的一个原始的这么一个状态,c时状态了。 然后这个completed到剧末,是后制定于修饰这个原始状态,怎么样呢? 这状态是怎么样? 对他们自己的先进的知识来说,是完全很难引起他们兴趣的。 uninteresting,表示对什么什么,无法吸引起他们兴趣的。 如果uninterested,那是不感兴趣的。 但是这个ing,分词当然形容词是表示,事物的特征,就是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 这是一个蛮荒的地方,对吧?他们不感兴趣。 这是第一个解释,说是来了,为什么没来过? 其实是来过,咱们不知道罢了,这是第一个解释。 注意,里面用了对过去的推测。 里面有一些小的习语,咱们看一看。 首先这个prevailing,这个普遍的,这个是咱们一个重点词,咱们看一看。 咱们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prevailing,什么意思呢? 就是existing or most common at a particular time,某个时期存在的,或某个时期到处,能看见司空见惯的,很普遍的。 就某个时期,普遍的,盛行的,流行的。 在这个时代,到处都存在。 当时地球,到处都是原始状态,是这么一个。 百万年前,是这么一个。 咱们也看一些例子。 the prevailing customs,某个时期,普遍的风俗,到处很盛行的风俗。 或者prevailing fashions,很流行的一些时尚。 或者prevailing style,这么非常盛行的,普遍的这么一个风格。 等等等等。 某个时期,盛行到处都是司空见惯的。 再来说,the attitude towards science, prevailing at a time,在当时比较盛行的,或普遍的,对于科学的态度。 这里面,prevailing at a time,是形式断语做后制定语,修饰前面的,the attitude towards science,对科学的态度。 当时,很流行的,对科学的态度。 这是prevailing。 当时,在地球,到处都是原始状态,不用它。 它来自于重要动词,prevail,叫普遍存在,盛行或者流行。 跟老师大声在读一遍,prevail。 注意,v出现,还是上压,处下,准分,v。 这个动作,再来,prevail。 什么意思呢? If a belief,custom,situation,etc.prevails,it exists among a group of people at a certain time. 如果我们说,一个信仰,一种风俗,或者一个情况,等等等等,prevail,这么一个词。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在某个时期,某群人中存在。 所以,我们中文还发现,普遍存在,盛行或流行。 在这个时期,这些人中,到处都是这么一个情况,prevail。 同样看下例子。 可以记忆搭配。 prevail in,或者among,在什么什么之中,很盛行,很流行。 我们通过例子体会一下这种用法。 比如说,the economic conditions which prevail in England and Wales, 就是在当时,在英格兰和卫尔市比较普遍存在的经济状况。 在英格兰和卫尔市普遍存在的经济状况。 这是prevail加印。 再看一个,跟among的例子。 I admired the creativity which prevailed among the young writers。 我非常的钦佩,在当初这些年轻的作家之中,那些普遍存在的创造力,盛行流行的创造力。 好,我们再回到剧中。 那么这句话他就说了,第一个解释,为什么有地外生命没来过呢? 来了你不知道,来了你不知道。 他一看这都是蛮黄的景象,人家不感兴趣,走了。 所以他来了,咱们不知道而已。 他下面就给出了一个教授的观点,来进一步佐证自己这句话。 咱们看下句话,看第三段的第三句。 他说了,他说,Professor Ronald Brisswell, a leading American radio astronomer, argued in nature that such a superior civilization on a visitor's own solar system may have left an automatic messenger behind to await the possible awakening of an advanced civilization。 他说,罗纳德·布里斯威尔这个教授。 这个人是谁呢? 后面两个豆豪之间是个同位语,顺便补充说明一下。 他是个射电天文学家,就是一个首屈指的,美国的一个射电天文学家, leading,就是首屈指的,最前列的,最牛的,这么一个。 怎么样呢? 他在英国自然杂志,这个Nature,是英国一个著名的,有关科学方面的一个著名杂志叫自然,这个背景咱们会说。 argue或者是变称,他变称,就提出自己的论点。 他后面,当然这个argue,后面in nature是地点状语,这个前置。 argue后面宾语太长了,that开始到巨末,都是他变成的那种宾语松巨。 这是状语前置,宾语后置,因为宾语太长了。 对吧? 他说这样一个superior高级的高等的,这种高等的文明怎么样呢? 那么on a visit to our own solar system,这是一个状语,戒指端语。 on a visit,表示在什么什么途中,可以表示当作一个时间状语,在什么什么路途之中。 在这个图中怎么样呢? 他们可能留下了一个自动化的信使,传输信息的这么一个装置。 may have left,在这还是一个虚拟语曲,还是过去的虚拟。 说当初可能怎么样,语气不是特别强的一个推测。 这个结构咱们刚刚见过。 那个lab,就是leave,他说home behind 打腿。 leave something behind,就是身后留下的这么一个东西。 留下东西,他们走了。 automatic,自动化的message,本来是送信的信使,在这传信的人,送信的邮差。 在这就是这么一个机器,自动化的,能够传送信的这么一个机器。 目的是什么呢?to do,to away,到寂寞。 这是动词不定试,做目的状语。 留下的东西是目的,为了等待一个有可能的,高等文明的,有可能的觉醒。 await是书面语,就像那更通俗的wait for,但wait要加for,它是不及误。 但是await文言搭配是及误动词,直接加评语就好了。 我们的写字中也可以有await,咱们一会会说。 awakening 表示什么什么的觉醒。 这里边有一些小的细节,咱们可以来看一看。 首先看一看这个radio astronomer,当常识知道就行了。 radio astronomer,就是射电天然学家,是一种天然学家,咱们心里有数,就行了。 然后再看这个nature,n大写,表示一个出版物。 这是什么呢?British Weekly Journal, which deals with all areas of science. It is a very respected journal, and many important new discoveries are first reported in articles in nature. 英国鼎鼎大名的自然杂志。 这是英国一份周刊。 Journal 是期刊杂志,一份周刊。 那么它的deal with 不是应付处理解决。 咱们以前讲过deal with 表示内容是,主要内容是什么。 它的主要内容就涉及到了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报道。 It is a very respected journal, 大名鼎鼎的这么一个周刊,这么一个期刊。 Respected 表示有名望的,受景仰的。 咱们这个词讲过。 并且很多一些重要的一些新的发明, 最早都是在这本自然杂志上,文章中所报道出来的。 英国的自然杂志。咱们知道就行了。 这是一个著名的、严肃的、有名气的,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一本杂志。 他说,这样一个高等文明,在我们太阳系的拜访的过程之中。 On a visit 表示在什么什么途中。咱们说过。 可能留下了一个自动化的一个送信的机器。 这个来干嘛? 来等待可能的文明的觉醒。 这个await,我们再强调一下。 Await 表示wait for something,但是它是个formal written language, 正式书面语等候。 咱们看些例子。 sever men are awaiting trial for robbery。 有几个人因为抢劫,在等候审判。 are waiting for, awaiting, 比waiting for, 就正式一些。 在等候审判。 再比如说, they were awaiting the birth of their first child, 他们等待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出生。 这个await, 比wait for, 正式一些吧。 这是个比较咬文嚼字的词。 咱们知道就行,一定记住, 极无动词。 好, 还有后面那个awakening。 awakening是一个名词, 表示觉醒。 看个解释是什么意思呢? the moment when you first realize or experience something, 这个时刻, 什么时刻呢? 你第一刻, 首先第一次认识到了或者经历了某事的这个时刻。 就是某个东西的觉醒。 原来是这样的。 我有这么一个经历了。 什么什么的觉醒。 原来是蒙蒙妹妹的状态, 现在觉醒了。 比如说, a sexual awakening, 叫性的觉醒。 性的启蒙。 一个小孩子, 原来是青梅竹马, 狼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这么一个状态。 后来觉得, 我是男人, 你是女人, 有性的差异了, 朦朦朦朦朦, 有了性的意识了, 觉醒了, 性的觉醒。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 the awakening of public concern about the environment, 就是老百姓对于环境意识的一个觉醒。 以前都没大回事, 现在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个大问题了, 等等等等, 什么什么的觉醒。 在这儿是留下一个信实, 来等待一个高级文明的觉醒。 看下面一个, 这么一个, 那么这个messager是怎么来发挥作用呢? 下面第四句话, 咱们说他说, Such a messenger receiving our radio and television signals, might well retransmit them back to its home planet, although what impression any other civilization would thus get from us, is best left unsaid。 他说, 这样一个发送信息的这么一个台机器, 只是这机器了。 后面那个receiving our radio and television signals, 这是非非动词当时间状语, 接收到了我们的广播电台或电视机的信号, 怎么样呢? 它可能, 很可能mind well, 咱们以前讲过就是推测了, mind well跟单独mind差不太多, 有可能把它们再次发送出去, 这个transmit, 传播信号嘛, 对吧, 把他们, 这个them指signals嘛, 这个信号嘛, 传送到他们的母星, 就是他们原来那个, 他们的主人生活的那个行星, 就home planet, 然后后面一直到句末, 是尽管, although, 让步状语从具了, 结果怎么样呢? What impression any other civilization would thus get from us? 这个在下话线的部分, 是我们让步状语从具里面的主义从具, 他作为让步状语从具里面的主义, 尽管任何一个其他的文明, 就是通过这样那个方式, 得到的这个印象, 就是通过这个电视和这个广播节目, 里面得到这个印象, 最好还是不说为好, 这个后面, is best left unsaid, 这个在这是让步状语从具里的, 后面的谓语了, 他的主义是个主义从具, 后面是谓语, be left unsaid, 是固定搭配, 就是不说为好, 就是他们看到我们在广播节目, 很多搞笑的节目, 包括一些什么很无聊的节目, 包括一些甚至还有导国的动作片, 这外星看到之后, 他们是怎么一个反应, 这个还是不说为妙, 就说你们地球是不是高级生物, 这都很难说, 里面有些小细节, 首先第一个, 咱们再复习一下, 这个 might well, 这讲过多少遍了, might well, 也能用 may well, 或 could well, 这是表示, 某事可能发生, 或可能是真的, 这个早就讲过了, 多次复习了, 这个咱们再看一遍吧, 二十五课里面的例句, 一百四十九页十二行到第十三行, 一百四十九页十二, 到底十三行, another patient might equally well complain that her neighbors were combining to slander her and persecute her, and yet one might be cautious about believing this statement, 大家还记得吧, 另外一个病人呢, 同样可能会抱怨他的邻居在联合起来, 要诽谤他, 重伤他, 并且要迫害他, 然而呢, 我们这个人们可能, 对相信这个事, 可能是谨慎太多了, might well, 跟本文中这一样是推测, 估计可能会怎么样, 这个, 他们可能会把这个信号再传后到他们的母亲, 尽管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的印象, 大家注意这个, although从具里面, 怎么看, although what impression any other civilization would, would是推测, 有可能会, would thus get from us, 那么那样从我们这获得的这个, 这个印象, 大家注意这个thas, thas是多一词, 不见得是因词, 在这, 是这样, 那样, 以这样一个方式, 这是一个复词表示, 这个方式状语, 而不是结构状语, 不翻译成因词, 而是这样, 这个在42个刚刚讲过, 咱们复习, thas翻译成, in this way or like this, 以这个方式, 如此这样, 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获得的印象, 这个意思, 咱们复习呗, 42个刚刚讲过, calculate the area of the triangle thus formed, 计算一下, 以这样一个方式形成的三角形的面积, 这样形成的三角形的面积, 对吧, 并不是因此形成的, 再比如说, hold the wheel in both hands, thus, 用双手抓住方向板, 来,像这样, 像这样, 不是因此, 这个不同, 我们再复习第42个刚刚讲过的, 245页第25到26号, 咱们前面来复习, 245页第25到26号, 他说, the apparatus thus described, however, records only the horizontal component of the wave movement, which is in fact much more complicated, 他说, 像这样描述的这种设备, 并不是因此描述的, 对吧, 这样描述的这个设备, 然而呢, 它直至仅仅记录了, 我们这个波的运动中的, 横向的这个组成部分, 而这个波怎么样, 事实上要复杂得多, 这个 thus, 就像这样, 而不是因此, 注意这个英语词法的小细点, 百分之就是, 这样获得, 这样一来, 获得的这个印象, 怎么样呢, is best left and said, 这里面有个搭配叫be left and said, 首先可以看这个习语背起来, be left and said表示, if something is left and said, you do not see it, although you might be thinking it, 如果某个事是be left and said, 是什么意思呢, 你不说它, 尽管可能你在想这个事情, 但是你不说, 想着它, 但是不说出口, 叫be left and said, 这个它进一步可以搭配, 前面用副词better, 或者best优势, 就是不说为好, 或者最好不说, 这个best语气更重一些, 最好不说, 那better呢, 就是不说为好, 不说更好一些, 这个我们也看一个例子, some things are better left and said, 有些事还是不说为好, 怎么知道就行了, 不要说出口, 这是固定答题, 分文中就是, 这个印象最好咱们不说, 说出来的话丢人, 丢人, 这个, 其实这个搭配, 固定搭配, 是来自于41克, 刚刚讲过的, leave something, 我们家un开始的, 过去分词当形容词来用, 这个我们讲过这个结构, 就是, 始处于, 为什么什么的, 没有什么什么的状态, 这个结构多次讲过, 咱们复习吧, 回忆一下, 41克讲过, It's better to leave some things and said, 最好, 把某个事, 咱们不说为好, 这是刚才那个搭配的主动结构了, leave, 后面跟and said的搭配, 这个句子咱们当时见过, 只不过本文中用了被动, 再比如说, He got up slowly, leaving the lunch and finished, 也是Leave加宾语加, Ewen开头的过去分词当形容词, 他今天起床的很慢, 结果呢, 午饭没有吃饭, 午饭没有完成, 没有吃饭, 再比如说, Please excuse me, If I have left any of your questions and answered, 如果要是有一些问题, 我没有回答的话, 请原谅我, 你问题太多了, 我不一定能回答得完, 这是什么什么处于什么什么状态, 咱们再复习一下41课里面, 240页第22到24行, 咱们前后文都勾着的, 240页第22到24行, 第41课里面, 他说, It is then left completely undisturbed, with plenty of food and water, so that it can absorb the atmosphere of his new home, and see that nothing particularly alarming is happening to his companions. 他说, 这个大象, 然后就让他处于完全不受干扰的状态, 给他充足的食物和水, 那么以便于怎么样, 他可以慢慢的熟悉这个新家的气氛, 并且看到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惊恐的事情发生在他的同伴身上, 这是41课驯服大象刚刚说过的。 好, 第三段跟老师就看到这儿。